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可豆的产品暂时还未开市 所以这个市场真是很大 去年尾在铜锣湾开设零售店 作为打响品牌的第一步 朱古力的销售 基本上很多都是在网上买的 我们开店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品牌 和我们的品质 然后后面的人都可以在网上买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最主要策略 当然了 B2B我们都想做的 很多做朱古力的行家 本身自己是不是买到回来的 所以都需要我们做些砖 做些半层品给他们做的 所以这些生意 我们都要慢慢开始 所以今年我们计划都要参战 如果东西的东西做得好 我相信就买得到 所以这个是我的策记成本 买最好的机械 买最好的岛 请最好的人才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到现在为止过千万 我其实买了一些意大利机 美国机 很多最好的机回来 我都发现到有些缺点 所以我自己都在改 所以自己都在开发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加好 好过意大利 厂房和机器 陈建业基本上已经准备好 但是原材料和人才 就不容易解决 我觉得现在最难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做 很难请人 做朱古力的人才 香港是基本上不好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那些材料 是一路起 和一些朱古力 其实市场一年成长 差不多2-30% 所以需求都越来越大 但是种植的人越来越少 天气越来越差 产量越来越少 价钱一路起 这个将来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已经开始买不到豆了 第一,我现在都在找到 例如在台湾、印尼、南美洲 找一些栋 想自己种些豆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就开始和供应商 搞好关系 虽然价钱贵一点 都会买给我 这个是供应商方面 人才方面 我们也是和香港政府 申请了一些 过来的劳工 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这一集 营商有计 集齐人才、材料、机器 建立香港制造朱古力品牌 第二,我们看到的是 手帽它处理 一个小小小伙地 个东西 小小伙地 先生必须